雙芬不出惡言 商台職員晚上把李維玲的物品 由商台送到他將軍澳的家 並且逐一搬入屋 李維玲說對被終止合約感到突然 我今早早上上班 之後我中午下午不停有採訪活動 我到了黃昏五、六時突然被招惠 沒有給我理由 我給你一點時間 有給我支援你嗎?想問一下 多謝大家關心 商台在下午向全體員工發通告 說李維玲已經被商台終止聘用 即時生效 又派人稱李維玲的工作間 商台發言人不回應中止合約的原因 只是說君子雙芬不出惡言 剛好由商台行政總裁 轉任首席智囊的陳志雲說 在聲明以外再沒有補充 為何會這麼突然呢? 我真的可以回答你那三句 他們出了那幾句 但是今天才決定 還是一早已經有這樣的安排? 我真的只可以回答你那三句 都是回應到抵抗的時候 君子雙芬不出惡言 就跟李維玲中止合約這件事 李維玲去年11月由神祖節目調任主持 埃曼節目 當時當商台行政總裁的陳志雲 就取代他主持神祖節目 李維玲星期二並沒有出席商台團拜 陳志雲被問到兩個人是否有嚴規 我就不覺得了 因為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都送了一盒朱古力給他 李維玲之後接受報章查詢的時候 說他將陳志雲送給他的朱古力 轉送給茶水姐姐 又批評陳志雲再任兩年來 有破壞沒有建設 無線電視機就在銀鏡做不到